这局足球乐园怎么一个都没有呀 让我一只小兔子独享足球乐园 那也太奢侈了吧 我又不是袋鼠装不了那么多装备的 嗯 也没得 这局我也是没会儿就立马全副武装 开开心心的撤退了 嘿嘿 这样的足球乐园真是不错 我爱了爱了 这局事件充裕 我要布置一个陷阱 咱们先把这个三个摩托车弄到厕所里面 大家肯定疑惑 这么小的门怎么可能进去 其实是可以的 只需要对着门口 然后在里面点击驾驶 车就要进来了 老本身应该知道 曾经我用这招把一个外挂关在了地下室 那是我的巅峰时刻呀 嘿嘿 然后把这个摩托车打张快爆的样子 等敌人进来 咱们直接一枪把它炸倒 已经冒烟了 再来一枪 再来一枪 应该还可以再来一枪 全爆了 忙碌了一天的唐师傅 脸上充满了尴尬 问题不大 照样弄 看到一个人重口外 不管是人机还是真人 一枪给他撂倒再说 同一个位置又来一个 同样是一枪把它离收了 接下来就像我这样 丢一路的足球包信敌人进去 一会儿敌人进去 咱们就用车把门堵住 他敢翻窗户 直接给他撂倒 哈哈 突然那边跑过来了一个人 哎呦喂 这么快就来人了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我有点紧张 等他进厕所 进去啊进去了 烦烟的人机别暴露我 冲啊冲啊 堵住门口 我靠端了 我立即看了兄弟们 他拿的是一把大喷嚏啊 我的一生之敌 哎 忙碌了半天的唐师傅 给敌人送了不温暖 敌人笑嘻嘻 这个快递可太肥了 没关系 谁想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等我三秒钟 我立马又会回来 我的包东西很多 他肯定要铁一阵子 这正是我复仇的机会 嗯 看到他啦 哈哈 他果然还在精挑细选 他队友率先发现我 但是他还在沉迷舔帮 不吐 惊不惊喜 一不一外 我小兔子又回了哟 丢了一地的装备 这全是我的 他守一个队友的 刚刚在厅上打了我一枪 封烟假装要舔包 等他回家 看上看 没见我美女啊 我抓住你了小子 打完这个人 赶紧把我的装备拿回来 然后迅速跑到那个房子蹲着 因为这两个人 可能还有复活的机会 我怕在这儿 等他们下来再打一次 没开二度 嘿嘿嘿嘿 呃 啊 啊 谁知道他们两个 不像我有脾气 竟然不敢回来了 嗯 那就算了 我再去填一下包 谁在打我 不给你点教训是不行的了 这都不倒呀 我抱他一枪头 再打他两枪 然后立刻变成足球 绕着他身后的房区 移行换位 一个二连票飞上房顶 山上有个人在干嘛 一枪给他放倒 接着咱们进入这个漏斗 因为这里是圈中心 我就待在这个里面观察敌情 突然 一颗火都要进来 哦 是谁乱丢垃圾 哈 少不倒 我不怕 稍板 你丢一百颗燃烧瓶都对我造不成一丁点伤害 打开我的背包给你看一眼 这么多足球包 就问你怕不怕 颤抖吧 敌人 他肯定会疑惑 为什么我还不挡 我不仅没挡 鞋都不掉 其实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然后他就朝我隔壁丢了一颗雷 我就在这里不在隔壁那个漏斗 又丢了一颗 真笨呀 我想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足球车可以规避燃烧瓶的上海吧 其实手雷也可以规避 只是会掉耐久 别炸了 我出来啦 小老弟 他好像已经走了 他可能觉得我进圈了吧 好像是一打二 一个在高塔上 一个在高塔下 又丢雷炸我 先解决脚下这个 风烟贴过去把人补掉 他另一个队友也下来 我可以和他绕圈圈 你追我就跑 打个要打个要 他过来了直接取消 哈 你是打不到我的 秦王绕住 我劝你安分一点 小心我发标哦 哎呀呀呀 碰烂了 又被他打成残血 不过没事 他是追不到我的 变成足球车 调戏你 我撞死你 撞了他一下 不和你玩了 残血打你 哈哈 这个都被我赢了 好了 我是唐心 下期视频见 拜拜